物质上的富裕代替不了午后的悲痛 夫妻本相信携手共度美好时光 可上天就是作弄人 经医生检验 丈夫患有不遇 媒体1月15号报道 1号晚 在浙江杭州渔航区务工的小张 收到交友APP上认识的少妇发来的微信 此称丈夫不遇 出280万重金求子 看到280万酬金 小张心动了 据媒体报道 小张是安徽人 在行务工多年 工资一直不高 他想快要过年了 如果能做成这笔买卖 不仅赚了一笔钱 还算是成了一件善事 聊天中小张多次想开视频确认一下 被少妇拒绝 不过对方称买了来行的机票 这让小张十分激动 觉得此事应该不假 1月3号少妇发消息 称他已经来到杭州 开好房间 不过因为怀孕这件事 对自己来说是神圣的 要布置酒店房间 像婚房一样充满仪式感 让小张先付款3000元 确认后才能付给小张80万元定金 于是小张用信用卡 偷支了2400元 凑足3000元汇款给对方 但没多久 他发现自己的微信被少妇删了 他这才恍然大悟 被骗了 1月10号下午 小张到宇航公安南院派出所报案 目前这起案件正在侦办中 警察叔叔提醒年官将尽 切记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不能给骗子发年终奖 新一冒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 更多新闻资讯 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